一个故事,一部童话,欢迎来到童话故事会 今天小编要给大家带来几个结局超级无厘头的小故事 来和小编一起猜答案吧 小龙掉进陷阱里再次醒来时 发现陷阱周围的墙壁上画满了各种字画 可更令他吃惊的是 在他对面的墙壁上,一片黑暗中 竟然有无数只眼睛在瞪着他 看起来来丑不善 小龙焦急万分之际 看到旁边的石板上插着一支宝剑 小龙用尽全力把宝剑拔了下来 可还没等他跟所惠的怪兜决斗 石板倒了下来,小龙就被砸死了 而内无数只眼睛 原来是一群独眼小僧得及在一起的效果 他们甚至自己无法与人类抗衡 于是设置了这个陷阱 让人们砸死自己 他们就有食物可吃了 独眼小僧的聪明实在是让小编佩服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第二个故事 干涸的沙漠里 美丽的姑娘小方在这里开了一家酒店 这一天,一胖一兽两个西班牙牛仔走了进来 开始的他们还散相近如宾 可能看到小方以后 两个人就忍不住开始表现起来 毕竟美女在前 兄弟什么的都要靠边站 射牛仔变魔术 胖牛仔就表演射飞镖 两个人为了在美女面前留下好印象 一杯杯的喝着酒 试着开始搬起手腕来住行 你表演鞭炮炸自己 我表演西瓜壮大头,简直是没有了理智 这场酒只喝到日上三干 直到他们把酒店搞得一团糟 他们转移到了户外里市 可他们实在是斗争不过酒精的归零 于是最后一杯酒下肚 他们靠在一起睡着了 当然,他们和大家一样 想不到自己最后的结局竟然是被姑娘放进了酒槽里 晾成了新酒 而他们所喝下的也正是前辈们的血肉啊 美好的事物总是让人迷惑 可盲目追踪的后果可不是人人都能负担得起哦 我们从第二个故事中走出来 小编给大家介绍第三个小故事 大强正坐在宇宙飞船中探索宇宙的奥秘 事实上他自己对这个工作感到厌烦了 连个人影也看不着 实在是无聊透了 他端起咖啡杯想要喝一杯咖啡 可突然宇宙飞船出了故障 所有的灯都灭了 飞船开始往下坠 大强拿起各种工具三下五除二 就把宇宙飞船修好了 就在他捣鼓着怎么重新做一杯咖啡时 他身后突然冒出一个异性人 可大强丝毫没有感觉到危险到来 异性人越走越近 小编不由地替他捏一把汗 可突然异性人张开嘴巴 倒出一杯咖啡送了出来 呃原来是异性咖啡机 故事结尾的无厘头让我们哭笑不得 小编觉得 我们的人生就像是这些小故事一样 不到最后谁都无法下结论 我们永远不知道下一秒发生的是惊喜还是意外 所以及时行乐活在当下 好了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 喜欢童话故事的朋友关注留言并加转发哦